今天天氣要注意的還是熱 八個縣市都有發高溫預警 包括雙北市 還有呢 包括苗栗以及中部地區 這個彰化雲林 還有南投和花蓮以及台東 今天要正防三十六度的高溫 那今天還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今天高壓勢力 也稍微比較減弱一點 因此呢 今天中午過後的午後雨 就會變得比較多了 尤其北台灣 還有包括宜蘭 要正防大雨和豪雨出現 今天的定量降水圖 我們就來看看了 因為今天高壓勢力比較減弱 所以午後的熱度 發展會比較旺盛 所以你看宜蘭這邊 北台灣這邊 紅紅的色塊 今天中午過後 可能會有局部的大雨 或是豪雨 所以呢 雨勢可能會下得又大又急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其他包括是中南部地區 當然是山區部分 還有接近山區的平地這邊 中午過後的雨 也是會下得比較大一點 但是呢 還沒下雨之前 中午的時候 則是會非常的炎熱的 因為各地的紫外線 幾乎都是危險和過量等級 尤其花冬 請特別注意 紫爆了危險等級的紫外線 要注意一下防曬了 太陽是非常毒辣的 溫度上也都還是來的比較高一點 因此外出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穿輕薄一些囉 北台灣今天可以熱到三十六度 那中部地區三十五度 南部和花冬的話 是三十四度的高溫 那剛剛提到有八個縣市都要盛防 今天呢都會有三十六度以上高溫出現 午後雨的狀況也都會比較明顯 這樣子的情況會一連 大概維持到禮拜五 狀況呢都是因為高壓勢力是比較減弱的 所以午後雨都會下著比較大一些 那白天的時候呢 中南部這邊可能也會有零星一些短暫陣雨出現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穩定的天氣從禮拜六開始 高壓勢力增強之後呢 各地繼續是高溫炎熱水氣也都會比較少 所以又要開始進入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了 那現在七月份 七月一號正式進入了颱風季 那今年的假局也預估了 我們下半年的颱風 預估可能三到五個會來清洗我們 但是因為反身陰的影響 因此這個颱風的強度可能會比較弱一點 只是呢可能會比較靠近我們的時候才來深層 所以預警的時間會比較短一點 但是目前來講還沒有看到任何颱風的跡象 要注意的就是午後雨還有高溫炎熱了 天氣資訊整理給大家 從前輩有我和你 從前輩